记者蔡淑苑台中报道,台中市上月底参加全国国语文竞赛过程中传出偷吃部未分区办理副赛,导致7名台中市选手早撤销竞赛资格,教育局今公布新向大会竞赛申诉,评议会决议恢复7名学生应有名次。 教育局表示会对办理方式进行内部行政检讨,并再次向台中市参赛学生、教师、工作团队等人表达歉意。 7名选手成绩分别为布农族与朗读高中组第1、5名泰雅族与国中组第2名及国小组第2、3名客家与自英自行社会组第5名及闽南与演说社会组第1名皆被恢复名次。 教育局表示,局方式参考全国立语文竞赛实施要点规定办理,这次向大会申父指学生参赛没作弊,也无犯错,不该归咎于学生,因恢复其荣誉和权益。 教育局的行政瑕疵并引发争议会检讨,再次向台中市参赛学生、教师、工作团队等人表达歉意。 大会也在30日恢复名次并上网重新公告。 今年全国立语文竞赛在上月27日颁奖,传出台中市位一全国立语文竞赛要点,直辖市英分二区域办理副赛才能晋级决赛。 没有采取分区负赛就参加全国赛,被新北市申诉只同一学校,一下在南区,一下在北区。 若某一强校跨两区参赛,对其他分区参赛学校明显不公,造成台中市其位前五名选手被取消资格。 教育局表示,台中市在办理语文竞赛时,因人数过少导致难以分区办理。 因此参考全国要点以及往年其他县市做法,采因地质疑方式制定式赛办理方式。 教育局已进行内部行政检讨,也建议教育部针对制度及全国要点进行通盘检讨。 因为历年来,台中市并非唯一采行类此方式的县市,也希望教育部能更是此问题,让各县市执行困难的现象获得改善。 另外,教育局也建议因取消县市团体奖成绩将比赛的荣耀回归到参赛学生教师学校本身避免为了争取团体成绩而模糊比赛真正的教育价值。